阿宽沈 想起来要见念慈了 你见过了又怎么样呢 念慈还不足碎 他就抛弃了你们母女 二十年没见 他一回来又害得你 阿宽沈 姚总想看看念慈 也是他的一片心意吧 什么心意啊 不用了 你叫他摸摸良心问问自己 他配做念慈的爸爸吗 好了别再说了 念慈 念慈 你爸来看你了 念慈 我们上去吧 念慈 念慈 你爸来看你了 念慈 念慈 念慈你开开门哪 你爸来看你了 念慈 你不想见你爸吗 他就要去美国了 你出来跟他见一面吧 念慈 你来跟他说几句吧 也许 他会愿意见你 念慈 念慈 我是爸爸 我知道 这二十年来 我对不起你妈 还有你 可是我是真的 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 每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其他人牵着自己的女儿 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线 我都会想 我都会想我自己也有个女儿 只是她不在我的身边 念慈 你恨我 怪我 那是应该的 我也不能说什么 可是爸爸只希望你 能够找一个好的对象 好好对你 你真的千万不要像你妈一样 嫁错了人 苦了一辈子 我 我 你真的想我自己也有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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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春归往 有些情望再相聚 秋日返光亦难忘 心中涂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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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菊 这一次真的谢谢你帮我解围 不用说这些了 你回去以后 好好跟孙马爷道歉 他会原谅你的 我知道了 还有 你别忘了让郑阳回来啊 我念着他 放心吧 我一定跟郑阳说的 如果他没时间回来的话 你让他打个电话给我也行 让我知道他平安 或者我去美国看他也可以的 别急啊 你要去一趟美国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安心等着 我一定会叫这娘尽快地跟你联络 很可惜 这一次 一份面词 你们父母俩 没能好好见上一页 我回去以后 我会慢慢跟他说的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该登机了 你回美国以后 千万要保重 我们千万不要断了联络 知道了 走吧 ode 第二 我就是不明白了 你都专程来看他了 你为什么还不跟他相认呢 再说了 人都是会变的 或许他这些又悔改了呢 如果 他这次又骗了妈妈呢 我怕他一去美国 又断了消息 我已经被他抛弃过一次 我不想再被抛弃第二次 他为什么还要去美国 他为什么不留下来 难道在他心里 真的没有我这个女儿吗 各位 谢谢你们常年陪着我 一起努力 将高阳食品 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已经将股份 卖给了罗董 从今以后 他就是你们的新老板了 你们放心 罗董答应我 大家的福利 还是跟以前一样 也会尊重资深经理的意见 罗董是食品界的前辈 相信高阳食品 在他的带领之下 肯定会发展得更好 现在我们就请罗董 跟大家说几句话 请 林董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我佩服她 但是也很替她感到不值 反正一句话 我不会亏她大家 好了好了 我不会演讲 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今后 就由罗董事长代替我 和大家一起努力 我林秋菊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照顾 谢谢 我实在替你感到不值 你把公司卖给了我 连房子也卖了 去接受那个高耀松的烂摊子 花那么大的价钱 买这个东西 你现在已经十本了 再说 你又不懂纺织业 一开场 又大把大把的烧钱 你能撑得下去吗 我就当重新来过 学做一门新生意 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当初说过 你不熟悉的 你不去碰 你自己说的 你不记得了 不走的话 我能怎么办呢 那些建材和机器 要卖还找不到买方 就算找得到买方 价钱也是折半 亏损得更严重 我只好硬着头皮 去试试看了 哎呀 你为了这个高耀松 冒这么大的风险 接烫手山芋 我真的替你担心呢 对了 这个高耀松 回去的时候不是跟你说 他一回去 让你儿子来见你吗 他回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 跟你有联系吗 可能他刚回去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郑阳 还没时间回来 就算他没有时间回来 打电话的时间 总是有的吧 他不是说 不会和你断了联络吗 他连一个电话都没打 这个高耀松 他又在骗你 不会的 他不会骗我的 我再等等 过一段时间 耀松一定会让郑阳 给我打电话的 哎呀 他根本就是在骗你 早知道当初 我应该好好地打的 耀松 他一定会让郑阳 回来看我的 妈 你不要再提爸爸说话了 他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们母女 因为他做了那么多 他不会感动的 但他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们 我就当 没这个爸爸 念慈 念慈 打不起 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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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妈让你失望了 妈 你不要什么都往自己 肩上来 我没有怪你 我是舍不得你 我心疼你 你浮出半辈子的心绪 把高阳食品建立起来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却 没有和哥哥 肩上一面 我替你难过 要有耐心 我相信 你爸爸不会做得这么绝 他一定会让我和你哥见面的 又是孙家 怕哥哥回来认祖归宗 他们不让爸说呢 爸爸还有勇气对抗孙家吗 我只气我帮不上你 要是当初 让你和哥哥早点见面就好了 妈 看你这么难过 我心里就在想 要是在二十年前 你把我送给孙家 这样你就能和哥哥在一起了 念慈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你和你哥 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 难道 你认为我比较疼你哥吗 啊 这二十年前 是你陪在我的身边 你那么乖 那么细心 我就是再苦 再累 我只要看见你笑 我什么苦都忘了 我什么苦都忘了 你 你是妈的心甘宝贝 也是妈的支柱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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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卖了才不到两个月,市面上就出现了我们的仿冒品,价格只要十分之一,批发上说我们的东西太贵,卖不出去,都退回来了。 仿冒品怎么可能卖得那么便宜? 哦,我查过了,防茅品都是劣质产品,一穿这块起毛球,而且又不保暖,不吸汗,只是样子和我们的产品很像而已。 现在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没钱买我们的产品,妈,油价飙高,我们的原材料,亚克里沙和尼龙,进货价也比以前汇了好几倍,做好的产品却卖不出去,再这样下去,我们公司会倒的。 老板,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市场的,可是实在维持不了这家大厂,罗总要我跟你建议,裁掉一半的员工,关掉大部分的生产线,把机器便宜卖给同业,缩小规模重新营运,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啊。 妈,若董知道你心软,一定不肯裁员,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劝劝你,该裁员就裁员,万一工厂倒了,大家一样还是要失业的。 我知道,我会好好想想的。 当初老板,接下这家纺织厂,不止接了个烂摊子,还接了一把不紧气的刀。 咱们3000厅白隇 Jud评 напр约。 对吧,这家纺织厅. 黄晴晴护评优礼的。 韩 mid尽号记忆我这样。 同样,游乡欠战云混摆称在凶 mente raw隆倒和国人们集完琴的人。